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第十三位离任的教练 离任和被炒的都包含在格拉罕普达的身上 可以说得上英格兰本土的教练 今年在英超这个球季来说 真是一个大惨败 如果单单算到这一刻来说 格拉罕普达的被炒是十足有理据的 因为它是成为了英超9293球季开始以来 车路士拿分平均得分率最低的一个主教练 这个球季一共只拿到1.27分的平均值分 相当之低 拍得住93到96年球季的格连河道所带领的车路士 1.27分 并列最低 另外这个普达菲特 91到93这个球季 横跨到英格 当年的英格兰顶级联储 以至于英超这位教练 苏格兰值的 1.28分 仅次于他们 没那么差 再对上一点的就是 古列治 96到98年 1.65分的平均值分 长均值分 另外就是林柏特 他的长均平均值分 在任内里 1.67分 也不是高的 但是在对比之下 也远远是抛离了格拉罕扑特 实际上他领军的成绩 的确是有目共睹地差劲的 当然了 在我们 稍后再客观分析 他是不是真的差得这么紧要的情况下 我们再看看其余一些 切实的数字 他领军 车路士 英超比赛了22场 7胜7和8负 一共拿到28分 这是绝对中游的成绩 甚至涵盖了其他的赛事 包括联赛杯 包括Championate 包括足总盃 一共31场球里 只能够赢到12场 如果我们再看看这个数字图 就是22场的英超里 原来一共进入了21球 就失21球 平均如果我们计算 预计入球值 28.3个预计失球值 27.2个 长均的预计入球值 那里是1.29个 这个绝对是一个中游的数字 如果我们看回整个英超 到目前为止的 这个XG的入球值 那个排列来说 车路士目前排第12位 现在一共总数计算是36.2个 当然这个数字是计算之前杜曹任内的数字 大家毫无疑问了 证明了 格拉罕扑达上任以来 都没办法扭转这个球队演出 非常平庸的状况 格拉罕扑达的要求 战术灵活多变 特别重视他的进攻 以及由后场 建立 所以在门将的一环 他是相当重视的 在过去白礼顿有版 马菲赖恩本来是一位 不错把关技术的球员 但脚下功夫用波能力就不一样 所以宁愿扶植队里面的一个 比较年轻一点的门将 但脚下功夫相对出色 现在去到车路士 没错 文迪过去 车路士是一个功分 是一个功臣 但是由于因为脚下用波的能力 不及得 阿里沙巴拉加那么出色 所以他一上任之后 很快就将 异者的角色转转 文迪就退居在后备 阿里沙巴拉加就扶植上去做正选 但是最大的问题 所谓灵活多变 所谓的进攻的元素 所谓要 球员有一个增性的意欲 这些口号喊出来 我相信在现世代的教练 很多都会提及得到 但是实际上 你怎样执行呢 而你格拉咸博达 过去都是执教一些小球会 奥斯顿伸特 以至去到 那时候他教史文斯都已经在英冠的时候 白礼顿都是一支中营版 尹杂尹打 试一向白礼顿的执教初期来说 头那两三届球季 都是排行十五、十六位 这些战绩 就是英超中下游位置 不用降班的意思 所以证明了这个教练 不是说有那种立竿见影的能力 但是风格好像很明显了 能够提供到一些很吸引人 去欣赏他们比赛的元素 特别是进攻那方面 不过 我们要看回一件事情 他这个理念 他这个战术的能力 或者执教的功力 在英格典本土你可能会觉得 会是比较突出一点的一个 但是放诸于全世界来说 在一些世界顶级的教练面前 他这一套其实会不会只是属于 或者这么说 他的能力 其实又不是那么高 又对比的情况下 所以这一集其实同期引伸开去 就是说 这一家英格典本土教练的失修 个个都成绩惨淡的 教不了他尾的 这一点都可以是引伸出来 似乎英格典本土教练 其实存在着什么的问题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深入的课题 可能要去到季尾之后 才再跟大家去分享 说回英超的车路士 在他们的官网那里 两大班主 保利先生 以及伊基巴黎 两位的老闆共同发表声明 感谢格拉咸扑达的付出之余 也都说 就是班劳索道 这位西班牙籍的教练 将会暂代这个主帅的一职 暂时叫做精占到季尾 这一刻 剩下车路士十场的英超 再加上 现阶段最少的两场的欧冠赛事 这位班劳索道 也介绍一下 球员年代 当然效力过一些西班牙的球队 包括了 就是埃斯宾劳 艾美利亚 华伦西亚 接着就转投了过去 白礼顿 12年到19年 他效力白礼顿球员的年份 今年他也42岁了 在白礼顿占据了大部分的职业球员生涯 接着 晋升成为教练团 亦是扑达转投过来车路士的时候 他也跟着过去车路士 好了 说回这届车路士 其实要分几个阶段去看 特别是这支球队 今届你可以推前去到去年的夏天 就是说美国班主的保利接手 以至去到下季的转会枪 大手投入去买人 那时候我们也说过 花过这么多钱 为什么你不觉得车路士 球队阵容的能力有提升到呢 那已经有个问号了 以至于到杜曹的第一任时期 好 被炒了之后 接着 格拉雅和扑达的上任 去到世界杯之前 世界杯之后 回来 以至到一月份转会昌完结之前 一月份转会昌完结了之后 去到扑达这一刻被炒的阶段 所以今届车路士 可以说分很多个不同的时间去看 但是不同的时间 居然被我们发现到 一个很明显的共通点 这个共通点 我想作为大家看球 一定是连资的球迷 都会懂得说的 一个阵容不稳定 其实怎么能够给到 球队一个可靠的成绩出来呢 哪一个教练去教呢 都是死的 但是我们要看 究竟这个所谓 星期尾点的阵容 到底是因为教练的思维所形成呢 还是球会 就是球会所引入的球员 导致产生这种混乱 或者管理层对主教练的不信任 或者管理层更加引入多 球员以外的其他工作崗位 相对地 会不会给到主教练一个很大的压力 或者一个制爪呢 也都这么说 就是说主教练的权力 究竟是有多大呢 有多大的限制呢 相对地 所以 扑达之执教 都是不成功 我们相信 都可以为他说一点点说话 这方面 好了 以下有一系列的阵容图表 虽然比较多 希望大家都 约略 我很快说完 这样 大家看了这些阵容图表 开季杜曹所带领先 就是三后卫的阵营 主要就是泰亚高斯华 仍然在阵中 即是比较健康的那段时间 再配搭哥列拜利 艾斯比利古达 这个哥列拜利 尤其是新的中坚 过去那几届 其实一直以来 是欧洲只手可疑的其中一位球员 另外在开季第一场 1比0作客赢 爱华顿这场球 也有我们看到史达宁 史达宁这个球员 基本上在正宣阵容 没有太大的变动 夏域斯依然是拳充前锋 其实一直都在说 这个不是一个恰当的编排 美神万智 那时还在阵中 简笛 简笛 简笛还未受到严重的伤患 仍然是拍着当时效力车路士的佐真奴 这一场球 我记得第一场球 我自己也有做声音直播 当时赢了爱华顿1比0 其实赢了是入了12碼 史达宁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之 非常之阴满 看得到你 就是一场大门战 英超金隔其中一场 好 到第二场 继续用三后卫的车路士 但列斯尖斯占据了 退了下来 中坚的位置 右路中坚 把路夫斯捷克 排到右中坚的位置 中坚大体上的配搭 没有太大分野 除了左边的 就排上了古古尼亚 攻击线上都是那几位的球员 这场球是2比2 其实这场球反而是车路士 上半季其中之一场表现比较可观 比较出色的赛事 但有球员犯错 包括佐真奴 自己禁区玩东西 而导致乞尔堡的入球 亦是赛后 发生杜曹和干地两人之间 几乎掌手的事件 2比2 接着第三场的联赛 租逢首季 就是今届的大败 3比0输给列斯联 这场球员 车路士是无甚可观的 面对着当时 由謝斯马什所带领的列斯联 这场球员的抗衡能力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之低 大家会想起一个疑问 这群人是否真的差那么远 而这场球阵容上 在水晶宫外借回收回来的加拉查 亦是担任中场中路的政选 不过很快就失陷了 攻击球员也是那几位 你看到每一场球阵容都很不同 第四场 2比1击败李斯特成 去到四后卫查鲁巴 扶任中坚 古古尼亚就退去了 由左翼卫退到左翼卫 同样的列斯占斯也是同等的道理 基本上主力攻击球员 都是那几位2比1 去到第五场 输给修咸顿2比1的这场球 就派上这个薛耶治 美臣曼治退居到中场 这个阵容在这个时间 也变为了4-3-3的阵式 每一场球 基本上都没有稳定阵容下来 好了 去到第六场 2比1 这场是很有争议性的 这场球应该是2比2的 因为这个 因为查洛宝云疑似 踢到文迪 所以最后就把韦斯咸2比2的入球 吹回了 如果不是的话 车路士未必赢得 这场球我们看到了 8千万收购的科芬娜 终于从里斯特城加盟 配搭哥列拜利 那时候8千万就被预为 大家是贼了线的 买一个 是年轻有潜质而已 但现在的能力 还没可以去到一个 担带的阶段 中场 派上五中场 座真奴就没有了 是后备 另外是路夫斯切克 加拉查 高华杰志 也是这场球赴任正选 另外也是前线方面 派了佩利锡 火拍 这个是史达领 这个还是杜曹手下的战防 去到第七场球 那就是 作客 去到斯加勒布大拿毛 勾冠分组赛的第一场赛事 奥巴美洋也加盟了 船积上阵 但是也是绿绿无谓 美洋满之后 退居到中场中路的位置 甚至乎和高华杰志 形成了一对中场中路的拍档 而本来一对左右中场逆位 捷维尔和列斯詹姆斯 是一个挺不错的配搭 但是这场球 也没办法产生到更大的 进攻上的威胁 而防守线上 虽然科芬 你看到 评分为全场最佳 但是其实他和其他 防守球员的拍档默契 也未够 所以输零比一这场球 直接导致杜曹被炒 在头六场的英超 入八球 七九球 接着 他去到扑达上任第一场 由于英格兰 当时英女王的细势关系 有些赛奇的调动 所以到扑达一上任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分析 就是说 给了一个更大的期间 给他执好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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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欧冠的赛事 扑达就不玩三后卫 一来就先去四后房的阵式 中场就派回佐真奴 火柏高华杰志 另外攻击球员前线 主力都是史达宁 夏域斯 美臣曼志 开季上半季 整体上都是这几位球员的组合 火柏奥巴美仰 回来联赛了 马上二比一就击败了水晶公 取得英超的首场胜利 对于扑达来说 可喜可贺 当时的阵容 排到一个四四二的阵式 科芬娜 首次纯粹在中路的拍档 火柏太亚高斯画 门章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 阿里莎巴拿加 第一场对撒尔斯保红牛 都已经是这个门章 服任正选 奥巴美仰配合史达宁 其实就不是有相当的默契 虽然奥巴美仰是争取到一个入球的 好了 接着呢 继续了 叫做上任以来 扑达一个短短的蜜月期 欧贯的赛事 唱片的三比零 就大炒 这个AC米兰 他又玩了 玩回这个三后房 果列拜利 泰亚高斯华 科芬娜 这个三人后房的组织 本来如果按能力而喻 这三位 相信本来也应该是车路士 今届防线上的三位能力最高的球员 中场又派到老虎折客 配搭高华杰字 看来博泰也挺喜欢高华杰字 左右的逆位 列斯詹斯和捷维尔 前面几位攻击球员 就是美晨曼晨 史达宁 以及奥巴美洋 3比0 大家都没太多东西 去到另一场3比0 接着回到英超 就赢狼队的赛事 4 2 3 1 加拉查 就服任正选 但是就派他踢右边线的攻击位置 而佩利锡 美国队长 也是这场球出任正选 但是夏域斯 又出回上来 顶着这个 鸡头位 正中锋的位置 说到今时今日 中坚 我们看到查鲁巴 也有正选 搭档哥列拜里 当时科芬拿 加上没多久 也受到一个严重的伤患 泰亚高斯说 也年纪偏大 不能够长长踢足 车路士的意思就是这样 去引入一些球员 本身都是存在着不稳定性 再加上 在一个新的管理层 新的领导层下 众多不稳定性的元素 集合一身 就导致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星期尾点的阵容 不止 球员的默契 大大受到影响 可能一群球员 熟习了某一套 但是接下来 教练又想试另外一些东西 导致又加添了 另外一些球员进来 永远没有办法 确立到阵容 接下来 仍然踏入蜜月期的阶段 作核2比0 就击败AC米兰 当时AC米兰 上半季的表现都比较飘忽 攻击线的组合 就去到美臣万臣 史达宁 再加奥巴美羊 中场中路 就两位大哥拍档了 佐真奴 和高华杰子 佐真奴这场 博得出色的发挥 后防三位的中坚 查路巴哥列拜利 和泰亚高斯华 你现在看下去 扑达上任之后 似乎列斯·詹斯加哲维尔 是一个比较 恒常一点的配搭 接着继续蜜月期 2比0作客 就击败亚士东维拉 有来有往 赢过亚士东维拉 2比0死 亦死在亚士东维拉 赢2比0的这场联赛 攻击线上 史达宁 美臣万字 夏培斯终于联手 再度合作 搭档前面的奥巴尼亚 但佐真奴又调到后面 派上路夫斯捷克 几位后防球员 有一个很突破的配搭 查路巴蒂右闸 古古尼亚 就放在中坚位 当然 古古尼亚排中坚位 过去的白蕾顿 有出现过的配搭 但当时来说 白蕾顿 在扑特的带令下 就是一个三中坚的阵型 好 接着蜜月期就开始过了 但仍然失分 仍然大家接受 因为刚刚承接着蜜月期 作客0比0 就是跟奔福特打成平手 中场中路的配搭又不同 波亚这位前锋 阿尔巴尼亚的前锋 这场波亚也是做正选 就是这样 好 接着1比1 和曼联 也没什么大问题 最后就是曼联 林美比卡斯米洛 入回球 那才是1比1 那场波其实车路士 是可以全取三分的 那这场波车路士 排出来的阵容 是3421 就是343 阵式 发挥上算稳定的 估不到 阿斯比利古达 在这个右翼位的位置 我个人看他 这场波的发挥都不错 为什么最前面的奥巴尼亚 都踢到他74分钟 贵初还没增添太多的人手 这阵容相对地 星期尾 怎得来 都仍然是发挥得比较稳定的 再去到作客 勾冠赛事 都不为以慎 2比1就击败了 薩尔斯保鸿牛 那这场波的阵容 干纳加拉查 就是推到他 这个进攻中场的位置 这样 那佩利锡 去了踢这个 游易卫的位置 前面踢2个前锋 夏域斯再踏 武巴尼亚 但是没有火花 没有什么火花可言 好了 接着回到英超 就是一场很具指标性的比赛 就是车路士对着白礼顿 当然白礼顿 承着扑塔的离开 也对艾沙比上任 那这位意大利教练的进攻意欲 比我们看到的 白礼顿流露出来 是更加更加强烈的 更加强烈的 结果这个强烈 4比1大炒车路士 说到1比0 托沙特的入球之前 要赚托沙特的冷静 但其实在 首五分钟里面 白礼顿理论上 如果能入得完 已经入了几个球 不知道为什么 扑塔带领的车路士 逐客回到白礼顿 开头上半场最初阶段 是远远全全方塞塞的 整支球队 那往后 领先1比0之后 虽然车路士 也有一些很近磅的 埋门的 可惜又把握不了 接连就有 两番的自己摆污笼 电光火石之间 最后就形成了4比1 这一场4比1 可以说是 将扑塔上任以来的 所谓那个蜜月阶段 全盘打破了 因为之前都没有输过 那开始一来就输了 然后塞加勒布达南无端 也是主场赢了2比1 回复了 不玩三后位 就会回到四后位的阵式 又三又四 不过这个不是问题 很多球会教练都会这样用 问题是连人脚的变动都甚大 就是埃斯比利古达 查鲁巴 文迪就是任正选的 几位中场球员 佐真奴、薩卡利亚 在下季外借过来 租借回来 就没什么正选上阵过的 这一场也有机会了 都是去到最后一场欧冠 督定出胜的情况下 前面夏培斯、史达宁、奥巴美洋 美神曼智就退居到中场了 回到暖赛 接着0比1输给亚仙奴 这场球车路士的进攻能力就不一样 老实说 但是亚仙奴其实也不是那么多 一些绝对性的机会 是可以在车路士身上 取得最后盘主角球加比2 就换前板的机会 就形成这个最后1比0的局面 其实车路士 这场球反而是有些机会摸和的 这场球他们排出一个4-3-3的阵式 查路巴又回答泰亚高斯华 即是你看到他现在 你想想防线怎么能够稳定下来呢 敏迪做梦章 这场 三个中场球员 路夫斯、哲克、佐真奴 配搭美神曼智 最前面的史达宁、夏培斯 再回答奥巴美洋 好,又再看了 接着在下一场 输给纽卡素1比0 继续输 其实如果你这样看下去 回到蜜月期过了之后 以至到世界杯举人之前 英超是三年败的 朴达 这样的 0比1 继续作客 0比1 输给纽卡素 输给纽卡素 这场球 后防阵容 你看下去 不知道是否可以叫上天残地决 门将文迪 查路巴尔斯 比利古答 再配搭哥列拜尼 3 4 2 1 的阵式 加拉雅茶推到这么前作 一个进攻中场 其实不是很适合 而最前面的正前锋 就是波亚 给这些机会 年轻 但是配搭美神曼智 完全这个进攻组合 你看不到有任何默契出来的 一场也是一场门波 但是有个球员 大家要留意 就是踢左翼卫的 这个賀尔 这个賀尔每一场 车路士的表现 我都觉得是合格之上的 那也是 等一下要讲讲 一些可惜的东西 好 回到世界杯之后 去到另外一个 暂身的阶段 世界杯之后 去到冬季转会枪 这个时期的车路士 究竟那个状态是怎样的呢 扑达 应该你自己都清晰的了 在世界杯之前 英超三年败 这个绝对不是 车路士球迷 是可以接受的战果来的 输给柳卡素 输给亚仙奴 这样 OK 也是输给这个白蕊顿 那我们要看回 这场球赢2比0开尼 由于班尼茅夫的勢 当然 今届整体上 没什么特别时间是好过 那列斯詹斯 古古尼亚 哥列拜里 中场中路的配搭 就是萨卡利亚 配搭这个座真路 又变化了 进攻组合 抽起了这个 奥巴米扬 就换上佩利石 这样2比0 OK 接着1比1 座客 和了 这个洛定咸森林 4 2 3 1的阵式 相对地叫做 比较平稳的阵式 泰亚高斯华 哥列拜里 继续在这个阵容 现在这样看下去 除了艾斯比利古达 换上了 列斯詹斯被换走 艾斯比利古达 服任这个正选之外 其余 十个位置的球员 基本上 就是和 返回来赢 潘利茅夫2比0 那场球一样 我想说些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 真是唯一一场球 叫做阵式 又不变 承接着上面 人员变动的最少 也是 好了 接着就是 曼城 赢4比0 这场是足总盃的赛事 你可以说 不违以审 又或者承接着 摩洛哥 在世界盃的好表现 昔耶治 中场 我去到三中场的配搭 加拉茶 佐珍奴 高华杰 本来这个中场配搭 我觉得挺合理的 在简敌不在阵中的情况下 不过这场都大败 0比4 在防线那里 有一位新的中坚 就是康库利斯 亦有个河尔 OK 那去到2比1 输给富咸的这场赛事 我们看到祖奥菲利斯 在1月份 亦都是租借加盟 这场球 就是凌晨开球的 香港时间 祖奥菲利斯 其实这场球的表现是很好的 无论速度 或个人推进 你会发觉 咦 他原来要适应英超的节奏 又不是那么难 另外 赫尔的表现继续出色 但是这场球 最后呢 因为祖奥菲利斯 自己也过用抢僵的表现 被逐出场 以至到下半场 有不少时间 都是10个 打11个 最后车路士输 2比1 回来 英超 1比0 赢水晶公 这个已经踏入了1月份的时间 当然 4 2 3 1 阵式又再度变阵 玩玩玩 赛耶治又再度复赢正选 再加上 在阿士东维拉收购过来的年轻中场 卓乌美卡 也有正选 也有正选 再加上美辰曼智 以及夏培斯 其实说了这么多 另外 还有从摩洛哥 摩洛哥加盟 法甲方面加盟 巴斯迪斯利 法国中坚 潜质优厚 开始一些新的加盟球员就涌现了出来 好 接着是0比0和利物浦的这场赛事 又是一场门战来的 在我们香港时间接近农历新年的阶段 那时候 3 4 21的阵式 移入了中场中路的赫尔 这个新仔发挥继续是好的 但是 无奈地要变阵 所以率先抽起了他 拍着这个左真路 干拿加拉查 丹麟进攻中场的位置 表现就真的一样 一样 以至 去到摄耶治 摆在哪里 踢右翼 古古利亚就左翼 继续试阵 继续玩东西 0比0继续回来了 联赛的 去到第二场门 0比0就和回富咸 没办法 回到主场取胜 4 2 3 1的阵式 摄耶治 我们看到 其实梅迪力 近乎1亿收购 已经作客 对利物浦的下半场 已经有上阵了 当时的表现 反而是 叫做他加盟以来的第一场 就受到赞赏了 但是开始任正选的时候 他的个人表现 无论速度上 令我们看不回 他来之前 大家在《球王》片看到的 那样东西 原来过波 老实说 那些技术 都是比较单调一些 0比0 这场球 有些新一月份 加盟的球员 包括刚才提到的 巴斯迪斯利 也有上阵 还有 这一位 抑郁的收购 安素费兰迪斯 这个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 他的表现 叫做加盟以来 真是合格以上 他的表现不差 美辰万智 还有很多机会上阵 还未去到 长期摆日后备 但是接着 0比1 回到联赛 输给曼城的赛事 被马里斯入球 这场球 一样是4 2 3 1的阵式 梅迪利 又没有正选 中场是薩卡尼亚 塔高华杰治 而去到前锋 配搭佩利石 史达宁 薛耶治 夏域斯 接着1比1 和韦斯 但这场球 车路士 应该赢 因为知道 在立场前 干拿加拉查 一角禁区 射门 就省中了 洛琪迪斯 手 那个球是明显 用手阻挡皮球去勢的 但是球证 就当没事 所以 应该说VAR 当没事 所以就是 一比一打 这场球 祖浩菲利斯 开载又入球 另外火化 梅迪利 就没什么表现了 还有这个梅迪基 梅迪基 这个球员 就从这个PSV 远豪勳加盟 不过 那些球底 就不一样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很多新兵的加入 1比0 作客就输给多蒙特 这场是去到欧冠的赛事 排出一个4-2-3-1的阵式 好了 回到来乱赛了 输给修咸顿 0-1 这场大件事 4-2-3-1的阵式 安送菲南迪斯 火拍高华杰治 推进能力是十足的 另外 防茜 就是艾斯比利古达 哥列拜里 巴斯迪斯利 以及捷维尔 几位 攻击球员 梅迪基 科芬拿 美神万智 祖奥菲利斯 我真是想打句问句 何来默契呢 这样的配搭 但是科芬拿 你从罗超 派他加盟 又是另外一个科芬拿 这个科特迪亚的球员 你买一个这么质身的球员 回来 要他担任这个 进攻的大棋 真的有点过分 好了 这场球 就是媒体Dialactic 被誉为 管理层开始 帮扑达计数的一场球 这场球 就是作客 凌比尔输给热刺的赛事 帮他计数的意思 已经到了一个 忍无可忍的阶段 史达宁 祖奥菲利斯 薛耶治 再加夏域斯 中场居然是 劳富斯 捷克 搭档安塑菲兰迪斯 中坚本来可靠 看看高斯华 和高利拜利 但是没办法 热刺踢出下半季 最好水平的一场球 2-0 就击败了车路士 回来 1-0 击败了 科芬拿 争取到一个入球 但是这个科芬拿 就是后卫的科芬拿 出回来了 出回来了 伤了这么久 就争取到一个 唯一一个入球 就搭着巴斯迪斯 以及高利拜利 三位的中坚 都是本贵新加盟 就是说 阿里莎巴拿加 在他面前的防洩 完全是陌生的配搭 本身这三个人 都是陌生的配搭 中场 劳富斯捷克 继续担当右翼卫 你说他可以 也可以 但是不是最好的 发挥位置 也可以 哲维尔 截维尔 哥华杰志 安素费兰迪斯 史达宁 祖虎菲利普斯 以及夏域斯 好了 接着2-0 击败多蒙特 勾冠的赛事 但是又去到三后位 科芬拿 哥列拜利 不是巴斯迪斯 而是古古尼亚 他又用古古尼亚 如果你说 最有休息 调动空间的球队 这一届一定是车路士 我想 哪个车路士的球员 真的要求辛苦 大家的上阵时间 都是这么多 这么多 出出下 又没得出 教练就喜欢变下阵 好 接着就是 3-1击败里斯特成的赛事 去到近期 祖奥菲利普斯 夏域斯 梅迪力 但梅迪力 虽然有助攻 这场球是另一场 可以稍稍看得上眼的赛事 高华杰志 安素 费南迪斯 这场球也有出色的助攻 路夫斯 捷克捷维尔 古古尼亚 继续担任左路的中坚 任左路中坚 他比较好些 但是比较好些 都捱不到他最近这一场 科芬拿 哥列拜利 好 接着是2-2 扑达尾尔 那场英超赛事 车路士 跟爱华顿打成平手 不幸 这场球 科芬拿 哥列拜利是正选 巴斯迪斯利 继续三位陌生的中坚 在阿里莎巴纳加的面前 相对地 开始的阵容 就稳定回来了 但是你看到 开始这几场球 其实看到 就没有了美神晚志 也盛传他 有很多转会的消息 佩利石担任 这个正选 好了 去到最近这一场 就是0-2 这个渡火线 输给亚士东维拉 那时候的阵式 就是3-4-2-1 的阵式 但是梅迪力 继续是令人失望的演出 上半场本来有一个 追回1-1的机会 但是很可惜 面对对手的门将 对方的龙门 这个框架 就施射佛力 这一场球 倒回来 其实车路士 就争取了很多 的埋门机会 但是敌不过 把握仅有数次机会的 这个瓦士东维拉 其实瓦士东维拉的教练 艾玛利 基本上他的踢法 是杯赛踢法 来的 对着他们 好像常常踢杯赛 所以你又觉得 艾玛利 没有可能拿出杯赛的球队 踢法 是可以在联赛 拿到最好的成绩 但是车路士 就面对着 当杯赛踢法 的瓦士东维拉 就需要零比尔 就需要零比尔 扑达 也要离任 接着 大家可以回到这一集 最初的数据图表 可以看到扑达 我们又要说一件事情 那么多个阶段 本身 我相信 就算杜曹仍然在 杜曹仍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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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多 太多的球员加入 而在冬季 引入了 譬如 前锋的科芬娜 梅迪基 那些的攻击球员 其实这些球员 严格意义上 都未成形 这些球员 你引入他们 教练 又要去用他们 起用他们 那变成 你一场球 两场球 放在他们正选 你就犧牲了其他 其他可以相对地 有较稳定 发挥的球员 是可以融入球队 就是亏了这些的时间 扑达 在班主保利的心目中 是一个 比较容易沟通的教练 是我们相信 极有可能 扑达的性格 会比杜曹仍然容易相处 但是做教练 不是要找好人 现在是做教练 做好教练 是不是 你一个好的人格 这些是额外的 bonus 是不是 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在一个权力架构 这么复杂 这么多新加盟的新官 上任下 大家都拿着三把火 这个有什么技术总监 那个有什么招募总监 入到这些人 扑达 我觉得他加盟之前 第一件事 他没有谈清楚 相信是 就是他在球会上 买人的权力 这个也关乎于一件事情 其实白礼顿 他可能不是多的 他也很依赖 球会的球谈系统 他们的 叫做 恰谈的 转会收购球员的团队 可能他也是比较 是要依赖一些 但是可能 彼此之间的沟通 就跟车路士 可能那个沟通 会比较紧密一些 这些球员 对于扑达来说 你真的远远全全 你看他的手牌 打出来 不像是他想找的球员 或者他好像 不是很了解 这些球员 一个教练不了解一些球员 干地过去也是这样批评过的 这些球员我不了解 我怎样能够用好它呢 而同一时间这么多 你未必了解清楚的球员 融入到去理球队 应该说都未融入得及的 你到底有多少的时间 去磨合他们呢 所以我们看回 譬如说一个例子 今届的乐定咸森林 前后租借 或收购超过20位的球员 你想想 他们的教练股拍 他是怎样能够去磨合那对球 其实都相当相当之困难 结果你就要牺牲有些球员 直接放在一边不理 你都要找一套很固定的阵容 才可以 但是车路士 这么多阶段 由杜曹 以至去到 朴达的世界杯前 朴达的世界杯后 朴达的一月份转会昌 一月份转会昌之后 为什么我要这么繁复 逼大家去看这么多 长球阵容 有一场联赛杯 我都没有列出来的了 这一个我觉得最大的责任 都是在管理层那里 保利他是有钱的 但是他来到的时候 到底他是有多信任 车路士 正在做事的这班人 以至他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 他是坐定了 开始转会昌正在动 他在想要怎样去做的时候 你想到 那些人都回来了 归了 请了所有人都回来了 已经去到差不多世界杯前 世界杯后的时间 大家看回报道 或者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追回这一集 这一集的节目去看 当中其实也有紧贴金进 今季车路士一些演变的事件 亦都有很多相关的人士 我这一集就不花那么长时间去捋述了 大家可以看回 里面就有说回 所以你说那个阵容架构 如果扑达 又是一个要想各方面 他变得招呼好的人 他用人开始有压力 他本身也是有一些 很好的出色的球员 很好的出色的球员 譬如说 賀尔 你不小心用了这个年轻人 其实他的表现很好 OK 你一来到科芬娜 前锋那位 梅迪基那位 那你套到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要扼杀了他的位置 甚至乎一个我认为表现 没有大会水准的古古尼亚 我宁愿给河尔的新仔一些机会 新仔很重要 当你一阵球都转不到弯的时候 新仔往往就帮你闯出一片天地的 一些突破的血云 所谓血云的意思 因为他是在你清分系统成长的球员 河尔 我说了河尔 另外是爱者回收回来的波亚 这个中锋 最惨的一个就是干纳加奶茶 这个球员上季水晶宫的表现 这么出色 回到来 完全迷失了我 究竟应该是哪个是最佳的位置 box to box 其实他表现很出色 也有入选英格兰国家队 最出色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记得 那我们要看 难道要找韦拉回来教 告诉你如何去用好他 我想说的是 这些年轻球员 其实是帮你打出来的 我又要说 比如瓦迪达 这个很例子 在前届 基本上都贫乱被炒边缘 正正就是三比一 赢你车路士的这场联赛 果断地起用了一些新人 有想当时的 就是史密夫鲁维 但决定在那届 放他正选 试试这场球员 用结果他能够有出色的发挥表现 就令到史密夫鲁维的崛起 令到亚仙努当届 联赛排第八 但是当届 如果单计下半季 就拿了当时 英超第二多的积分 下半季 你起码 你起码 都有个进步的阶段 给我们看得到 老实说 现在这些车路士球员 你看到薛耶治 佩利石这些 心未必真的在这儿了 落场和你跑 就是奥巴美洋 其实再找他回来 已经是一个不致的举动 这些球员 中场的薛卡尼亚 本来这个球员是有心的 他上阵的表现也不差 但是你为什么租借他回来 是外语什么因素 那么少派他上阵呢 难道他真的很不熟悉你的理念 真的差得那么远 后放阵容 可能有伤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又要问一下 金介列斯占斯 艾斯比利古达 泰亚高斯华 轮番受伤 对不对 以至去到科芬蘭 为什么你的防守球员 有这么容易受伤 对不对 好了 一路长期顶着前面的夏培斯 夏培斯 最近去到德国国家队 我们来看看 德国队的教练 肺力克 都要承认了 夏培斯也是不适合 踢最正前的 都要找个中锋 配搭他 退后一格去踢 退后半格来踢 但是车路士 一直都找不到夏培斯 把夏培斯安放在最好的位置 那你去买这么多人 六亿多 如果真的要找一个 在前面稍微停倒下坡的中锋 这个中锋 未必一定是顶级 未必是最顶级的 但是他有的功用 产生得到 成为一个过渡的桥梁 其实就已经可以帮助到你 中锋后面身位 车路士一大堆的进攻攻击 中场球员的发挥 包括夏培斯 我们所说的 包括美臣晚志 但是这个屏障 进攻的屏障 始终你都没有去找到 找到旁边的 要来插满 塞住所有的位置 那你说 扑达 与其这么说 扑达 当然 他可能在某些用人的手段 不够果断的 不够果断 不够硬正的 不是说一场半场 派一个球员正宣上阵 就当是没什么 你一直在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那一场半场 其实都是一个很可贵 很宝贵的时间 你试一试这个人 那你其他人又是虚了一个机会 我个人就是这样的看法 但是也要注定地说 在一个管理层 这样的变动 这样的消费作风的情况下 哪一个教练 都不会有出彩的成绩 不会有好的成绩 就是注定 是有些人要成为过度人物 举个例子 譬如肺格逊离开曼联之后 曼联注定是要有过度人物的 但是过度了很多阵子 都不知道谁是 阿仙努、云加尼 可以过度了 即是艾玛尼注定是要做悲剧人物的 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这个过度时期 你没有人能够去 顶住这个位置 车路士 其实是格拉雅不扑达 他注定是要做这个角色的 不过我们只不过猜不到 他一季都没有教完 前后只是在车路士教了 七个月的时间都未到 嚴格以上七个月的时间都未到 你还要计算 世界杯 卡了你一个月有多的时间 如果不是格拉雅在车路士的时间 可能会更加短 都未到 是注定的 但是也想不到 他带过来的座教 这个班劳索道 竟然是成为留得低 顶看他位置的一位 另外一件事 既然我们说 一路的阵容不变 所以导致到 衍生了另一张后果 就是 格拉雅扑达 究竟领导车路士 又是什么风格 还能显现出来 没有 很模糊 增添了球员之后的车路士 反而变得那个角色 风格模糊了 这一样 同样是令球迷 感觉到 闷闷不落的地方 因为我们 喜爱一支球队 我最低限 能够了解到他 是不是 我不了解的 为什么车路士看上去 现在也 这一点 都是格拉雅扑达 另外一个 为人所救病的地方 你宁愿在这些风格 打死罢就 反而迪沙比 之上任百里顿 跟你同样时间 这么久 人家的进攻 那个风格 那个变线 快放 那个突击 那个突破 是吧 前场去到禁区顶 一些小组组织 全部展现出来 还要给你扑达的时间 可能更加厉害 人家都能吃回你的风格 你在车路士做不到 我觉得他的性格 欠缺了一些胆息 他可能要是 在一间球会 留在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才敢去行使一些事情 都未定 但是现在车路士 你没办法 又要你快 又要你看到成绩 不是那么对 就是注定 注定的悲剧人物 那往后 车路士 如果要找教练 我奉劝那些教练 包括现在所谓的大热门 拿高市民 离开拜仁慕尼克那位 个人认为 相信你一定要 有一定的 买人的权力才行 不是说你选择谁 而是起码 球队 那个球探系统 想找某些人 一定要是你先同意 一定要是你先了解 你可以不去找 但是你可以有干涉的权力 如果不是 再審一圈 你又要再执 又会怎么样 不过你问我 我觉得车路士 开始是收的了 接下来这个阵容 是过度涌肿的 当然要收 也要符合财政的要求 包括削减的工资方面 相信就算有新加盟的球员 我想估计 两到三个都很顶路 即是下个转会枪 都顶路了 那你问我 我觉得譬如说 梅逆基那些 这个年轻人 就是PSV 演奴分转会过来 你其实这么急 买他过来做什么 这些球员呢 拍下去 我觉得跟那些水晶工的马迪达差不多 那这些气质 其实不是很符合车仔 但是既然你到了 你看看他是不是潜力股 下棍外者 另外 薛耶治的心很难留下 你这样用他 他的心也很难跟你卖命 不是说他不好 他很好 但是你没有 但是你没有那个很好的机会 给到他 佩利锡 其实他本身 就算他多有心也好 这个球员 也是一个 伤患前身的 本身他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元素 那这些球员 你也可以舍弃 另外 如果可以的话 鼓鼓尼亚 看看可不可以转到手 真的不是很适合车路士的 我觉得这个球员 你连过去的马高斯·亚朗素 那些出击的表现 你都做不到 对吧 你又没有罚球的威胁 对不对 我宁愿用一下河尔这位年轻仔 扶一些自家清分上去的年轻仔 美神万智 我就觉得那些转会消息 可以暂时不理了 你跟着看下一个助教 成为一个代任教练的时候 你又看下他会否给多些机会 美神万智 可能他重新发挥得很好 美神万智 加拉查河尔这三个 其实留下你用 反而简迪 简迪可以留下 这个球员 你见他对维拉那场球 下半场入体 其实他 已经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车路士 他的跑动 他的向前推进的能力 只要他未来的球季 下一季 不是太多伤患的话 若干的比赛 你派他上阵 不用用到尽 其实他仍然提供到很大的作用 有他 有高华杰志 起码在这个阶段 有两位好经验的球员 是可以帮助到 安素菲南迪斯 更加稳定下来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的 然后再引入多名中场 再扶正干纳加拉查 做一个box to box 型格的人 其实中场 其实车路士是旧的 理论上 车路士的班底 除了曼城之外 大概最好 但是他竟然踢到这样 好了 继任的赔率 那高市民 35岁 德国少数 目前是1.91 那个赔率 热到爆炸 然后是普洁天佬 4.5倍 斯丹 7倍 哥迪奥拿 也有 9.5倍 还有提及到 譬如说 马高斯华 富咸那位 我想机会不大了 反而是不停的那位 艾摩连 这位主教练 在欧巴的表现相当出色 欧冠欧巴也是 会不会继任人选呢 但是来到车仔 又不知道他会否适应 好了 扑达的离任 连同较早前的干地 和班顿罗渣士 成为了本季第十三次离任的教练 干地 他去到每一间球会 都是几年几年的一个货仔 在意大利 教教了意大利国家队 其实很有趣 他去到祖云达斯执教的时候 由巴里转过祖云达斯 亚特兰大 巴里那里 成就了祖云达斯 开创了九年罢 九年贯的阶段初期 艾利格尼接手 就享受了这个阶段 接着干地去到意大利国家队 想尝试新东西 前后两年 两年的时间 他就觉得不及得球会 这么好玩 当然 国家队和球会 你看到也没用 你能够领队下场的时间 一年里最多就是十场 是不是 接着他车路士 拿完一届冠军 第二年 都是不欢而散 接着就是 等了差不多一年 去执教国际米兰 他也在他的手下 终结了祖云达斯 九年贯的势头 但是终结完之后 他又和管理层 因为买人的方针 不对 不欢而散 最后就来到这个热刺 热刺和他签年半约 其实你也知道什么事 都知道这人 都不是很好的 年半 大家短短的货仔玩一下 所以 炒了干地 赔偿不是多了几百万 但是干地最后那一番言论 的确实是三比三比修俠论迫和 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教练 你很不顾体面 尤其是 他提到过去那二十年 这间球会 什么都没有拿过 到底是 求完事 还是球会的问题 你这样直接批评球会 我觉得就算是这一刻 你拿到很好的成绩 都很难留得低你了 再加上炒你又不用赔很多 何乐而不为 干地是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里里发生这些事 你很难再去有球会 除非是救火 如果不是就是救火了 成绩不好了 那就找你来 如果不是很难一个球会 我们真的需要转教练 我们想到你 我怎么够胆请你 对不对 班顿罗渣士 19年2月份上任 那时候理成的成绩 就不是很好的 但是在他上任之后的 第一个完整球会 1920 2021 这两个球会 都是排行第五的 那这两届里面 李斯特成 甚至乎是创造了 长期位居前四位置的 很多个礼拜 很多州的了 硬是去到最后阶段 才跌出去前四 变成第五位的 比较可惜些 但是起码21年球会 都拿到个足种杯 和这个社区的冠军 上届 踢欧伯 由欧伯降格到 踢欧协 都打入 这个 最后就被摩连奴 的罗马 淘汰出局 罗马最后 还拿到冠军 就是这样 所以说 班顿罗渣士在任内 其实的战绩 平均计是可取的 这一届 就外于可能 是球会的领导层 发放出来的消息 就是经济出现了问题 亦都是 卖不卖 科芬拿 不断抬家 最后八千万卖走 引入了这个 来自法国的 法甲联赛的 这个尼斯的中坚 这个法师 但是这样一出一入 你变了影响 季初的部署 再加上有些球员 班顿罗渣士 其实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 是一个建立球队 文化希望 往往给球员 是一种憧憬的教练 过去他无论在利物浦 在赛努迪 以及在里斯特城 但是当他 用最好的人 免的那种 开始呈现 需要一些变动的时候 他这个势头 就毫不住了 包括当然在利物浦 1314球季 其实他们差一点 拿联赛冠军 如果他当年帮利记 拿冠军的话 那他又 整件事不同的说法 可以这么说 赛努迪 就位于苏超的水平 而他执行那里 叫赛努迪 好了 来到里斯特城 其实 那两届英超 拿第五届 那两届球季 其实李城的表现 是相当相当相当出色的 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一个问题 他用华迪 用得太过尽 华迪 年纪逐渐占大 太过尽大华迪 华迪的功能就是 无论就算有没有入球 也好 前线的突破 走位 是带动到全队 进攻 好了 我们逐个人员去数一下 哈菲班尼斯 开始这两个球季 开始这两个球季 我们仍然看得到他的速度 但是不是这么稳定 好 再拉到最后的位置去看 李迪迪 似乎受伤完之后 復出 这两届的表现 也是一样 没有復过英超难折王的尾遇 另外一个英超难折王的佩雷拉 简直是严重下滑 不得理 好了 从纽卡素收购的佩雷斯 艾约斯 这个球员 原来来到不堪大用 不堪大用的 包括了另外一位 比利时的国脚 帕列特 以及 上届在法甲收购的 蘇马里 在奥地利联赛收购的 达卡 等等这些球员 开始理成做不到那种 点石成金的功效 我说点石成金 当然是说 八千万卖走的 科芬娜 八千万卖走的 这个 麦加压 这些 不要说回早几季的 简迪 这些 开始引入球员 有 不是那么容易 对到板 本来有一个 期货可居的 蘇欣股 土耳其国脚 来到头两届的表现 很好 接着 哇 接着就 不稳定了 土耳其裔的球员 一向都是 有这种特质 另外一位 不要忽略 可能说出来 大家不以为然 伊云斯 他的稳定性 其实是相当之重要 受伤 又或者是年纪都大 即是说 有些核心的球员 没有及时作出一个最精准的体保 或者有 但是不符合那种的期望 走下波 一前一后 攻守 完全削弱了 新扣入的球员 又不是好像以往那样 能够立即投入球队 产生到一个极巨大的作用 一些本来有希望的 自家的球员提升上来 发挥又不是那么稳定 是在迪斯贝利河尔 这一届 让我们看到的潜质 对右后 好 李承 最近的成绩 现在这一刻 已经跌到尾尔的位置 那 我觉得班顿罗渣士 不太差 又是很多综合因素 同一时间爆发 所产生出来 对他一个最不利的后果 没办法 那就输了给水晶公 刚刚这一场 人家水晶公刚刚换了教练 赢了你2比1 都是 临完场前才进球 但是赢就是赢 你就不幸 好了 再数一数今季英超教练 上面的一些问题 12位被炒的教练 离任的就是13位 扑达自己 背了两个 史哥柏佳 在本尼茅夫 他在本尼茅夫 最后一场联赛 就是9比0 输给利物浦 这场球 他就大弹自己班球的球员 就未符合水准 老实说 你这样弹球员 怎会跟你卖力呢 另一位是杜曹 开季的成绩 就是三胜 一和二负 其实是否差劲得这么不可以接受呢 我个人觉得又不是 问题是 在班主身上任的情况下 可能建立于信任的问题 另一位就是拿志 执教狼队 没有来火气 一只没有火的狼 怎样有得玩呢 他最后一场赛事 就是0比与输给韦斯咸 就换上了这个劳帕迪古 借拉特 一早就知道 不是一个教球的材料 上届就用米高彪尔去帮他 米高彪尔去帮他 然后就专门去执教 昆士柏牛郎 但是他也被炒 但借拉特更加 连一个 比较有用点的 战术的军司也没有了 阿士董维拉 一个战绩 他搞得不太好 3比0输给傅咸 是他最后一场赛事 有一位英格兰的教练 哈苏克徒 执教了修咸顿 也有好几年了 最后4比1输给柳卡索的赛事 成为了他的绝命之作 哈苏克徒本来对他很有寄望 能不能建立到的文化出来 大家得夹他也得 来比石红牛 高厂压迫的踢法 但是来到修咸顿 似乎是人脚的问题 怎样执一执不行 怎样执不行 这一件事是你有责任的了 好了 林柏特至于爱华顿 最后一场 又是零比义书给韦斯咸 韦斯咸就是专做别人的 他的执教能力 向来都是一半半的评价 另外一位 謝斯玛士 一支执教列斯联 是不是完全不行呢 这位教练呢 又真的很难说 列斯联其实 由他的执教底下 某几场波 在场面上的表现 相当出色 譬如今届 上届对曼联 今届对阿仙奴 虽然是贵初的 但是 那个表现 踢到 踢到他们 才像是前列分子 最后二比一输给 宾福特 是謝斯玛士 离开的一场 尼敦宗斯 又是修咸顿 修咸顿 成为一季内 两度炒教练的球队 算是车路士 他们更加先 是第一队 尼敦宗斯 本身是执教奴顿的 他们来到修咸顿之前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上季英冠的最佳教练 很可惜 来到修咸顿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继续在榜尾 没办法 韦拉 至于水晶宫 之前在直播节目 也有分析过 有韦拉 泰国信任的助理教练 战术的铺牌 有他用人的一些 一些不妥当 和管理层 管理层本身也有 投资 投入上的问题 以至影响韦拉的祖军 在这个世界杯期间 一些训练 自己队里面也有球员 发生了一些内控的事件 种种 又是一些众多的不利因素 集合了一身 同时爆发出来 好了 干地 干地刚才的问题也说了 接着就是班顿、罗渣士 格拉咸、扑特等等 当中 杰拉特、林柏特、史葛柏加 格拉咸、扑特被誉为 最有希望的一位人 都不行 一一 都是在这届 难逃被炒的命运 找格拉咸、扑特 过来的车路士 是2000多万磅的 线头 如果最多要给 但是 如果现在炒他 连教练团队 保守估计都要5000万 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所以在官方的声明上 就是说 一个协作的 就是一个 大家商议好的 一个决定 就是说 格拉咸、扑特的离开 我想 相信这方面 就是暗语 就是说 那个赔偿 是不是要补足 那么多季给你呢 是吧 1000千五年 因为当日 这份是一份 超强弱的 这个教练 是吧 5000万 连上整个助教团队 我想应该有得加减一下 我记得格拉咸、扑特 曾几何时 作为阿仙奴球迷 都有想过 如果瓦迪达真的不行 换上格拉咸、扑特 也好 因为他的百里顿 能够引领到 吸引人的进攻风格出来 你想想 调动到这个马智 一个二线球员 用左脚 右脚的攻击球员 都踢得这么出色 他不是杀卡仔那些 是很好看的 当日就觉得他离开白礼顿 我们会担心 哎呀死了 白礼顿 少了支 提供到一些精彩元素 给球迷的球队 可能 因为你不知道 尼的教练是怎样 谁知道尼的迪沙比 一样是这么精彩 反而扑特自己 就黯然了 这些也是想不到的 甚至乎 他会不会是一个 收夫基之后 呼声最高的 英格兰国家队的教练 都有人这样去铺牌 去说 现在开到来 要暂时卸一卸 我觉得扑特 这个对于他的执教生涯 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或者下一次 应该更加掌握多些 买人的权利 捍卫自己的税位 地位 这个扑特 我觉得对于扑特 不是一个 惨痛的经验教训 这个就是我的总结 会不会帮助到 他未来执教球会的 一些方面的掌握 那个的决定性 这些 我还是对他有信心的 英格兰教练 数得出都是他 不是说艾迪赫维 不要 他也是英格兰本土 其中一位 能够出手的教练 执教劉卡 数得很稳健的演出 是的 就是他和艾迪赫维 两位 看看往后的法治如何 因为英格兰教练 他再数 你还能够数到谁 哈哈 史国柏家本身 离开班尼茅夫 去执教布鲁日 在去年的年底 结果几个月的时间 布鲁日 在欧洲赛 失色的表现 亦是令到他 要被炒 又是在比利是 执教了几个月 就是 这个人是不行 就是不行的 可能有些教练 有些人做助教会 会更加适合一些 了解清楚自己的角色 位置身份 是多重要的 OK 今集的节目时间 就到这里 要asons haw merde 没问题 twenties 出吗 我 想到什么 二 就是 二